大家好,我是岳水王编辑总监学长 我现在所在位置在AP 台北101的专卖店 SHH这内网表展刚结束不久 今年2017年的全新款式已经巡回来到台湾了 其中有几个款式非常值得好好认识一下 首先是我眼前这个是皇家橡树离岸型 44毫米的一个系列 离岸型跟皇家橡树一般的皇家橡树差别在于 它整体的风格线条更复杂更阳光更具有动感风格 那当然它还是继承皇家橡树的几个经典元素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八角悬窗外落螺丝面盘的格纹等等的设计 它这个标的设计等等 都延续在皇家橡树离岸型的系列之中 那今年44毫米的几个细节上面呢 有一些新的表现 那首先呢 从几个地方来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今年比较重要的特色在于说 第一个是材质上 材质上今年总共有三种款式 首先我手上这一支呢 它是一个黑色陶瓷 黑色陶瓷的一个材质 那跟一般的金属或者是不锈钢比起来呢 当然陶瓷的硬度比较强 所以呢 它在打磨上呢 是更加费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这个陶瓷表圈上呢 它正面的部分 它其实是有法斯纹 可是在侧面的部分 导角是用一个亮面来抛光 那像这边侧面也是都有一个层次 那整体的光泽感 更加的层次丰富 那另外在右边 右侧的部分呢 它的暗把一样 跟表圈一样 容易接触的部分 它就用陶瓷来表现 而至于旁边的部分呢 为了整体的这个质量跟质感 它用了这个钛金属来做一个陪衬 那这是黑色陶瓷的款式 那另外同时呢 它有钛金属的款式 表壳一样是钛的 包含护桥是钛的 那一样 在表圈的部分 比较容易摩擦的部分 它是用陶瓷的表圈 按把 每天按压碰撞的部分 它也是用陶瓷的方式来制作 这是钛金属的部分 那其中呢 当然最高贵的呢 当然就是玫瑰金的版本 整体的质感更加的奢华 但是呢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表圈的部分 还是一样采用了陶瓷表圈的方式 来呼应这个 皇家像素离岸型的这个风格 那今年的改款 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细节上面呢 它的一样 除了继承原来的风格之外呢 我觉得它整体的色调呢 更加对比更加强烈 你可以看到大型格纹 跟这个三个计时小表圈 它中间呢 增加很多的 这个金属 这个K金色的这个表现 让这个黑色跟金色的对比 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强烈 而且外圈的部分 其实它还是有做了这个 所谓的测速仪在最外圈 好 那另外日期视窗 那指针的部分 它在针尾的部分 有特别做了一个 红色的指示 让你在阅读上面呢 能够更加清晰 更加显 更加容易判读 好 停止归零 手感其实非常的好 那这三指呢 当然它价位上面 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其中这个 这个价位比较轻易的就是 钛金属的款式 定价大概是在97万左右 97万左右 那至于 这个陶瓷 黑色陶瓷的部分 则是1025000 好 1025000 这是黑色陶瓷的部分 那最后呢 玫瑰金的部分 当然稍微高一点 所以总共 这个它的价位 146万8 好 146万8 那 但是整体而言 它的这个 风格表现 有经典元素 我看这个 三种不同的材质 那都是 是经典 皇家像素 立案型非常有话题的 三指 这个 一时之旋 那喜欢皇家像素的朋友呢 可以 这个 依照你的 个人的喜好呢 来做一个选择 嗯